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以后 一定好好控制我即可 争取一天 就留你两次 小伟特一次 行吗 行 下一位 不是 这个离怎么越行越大呢 大街坊 我也做了 我就不应该对你摇五喝六 每年吃个饭还挑三拣四 有时候让你炒个土豆丝 别炒二十多个板本 你这样以后再给别人做饭 你就给我扒了出来点 我有劲活着就行 你要是还不开心呢 以后饭 我做 你还是别做了 浪费粮食可耻 小 对不起 大姐夫 下一位 停 停 动作停 直接说词 大姐夫 我以后再也不给你挖坑了 就算是再挖坑 我也给你挖一个平米树 大一点的 更舒适 更宽敞 让你在坑里好好休息几天 这份啊 只要不给我埋了就行 大姐夫 谁不想当个好人的 谁不想街坊邻居们面前 让大家点个赞 买个好 我错了 大姐夫 今天你这个样 我前生风心疼啊 大姐夫 你放心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榜样 你就是我的偶像 我争取早日成为 钱刚子 这份啊 这份 努力 我知道它很难 但是你行的 大姐夫 你快 大姐夫 我不知道你今天受了啥委屈啊 你在屋业一个月挣多少钱吗 五千 到我公司去 我一年给你开六万 六万 吃饭啊 我怎么觉得我这个钱没涨呢 这是年薪 年底一块给你 那还不如每个月给点呢 大姐夫 我觉着你是累了 嗯 这样 我出资 你到处去转一转 旅游旅游 对 但在心 溜一溜 对 对 对 你你你你 你先出去胡了 你就姐姐压 我去哪呢 去哪啊 你实在不行 你回你山东老家 看看家 你这么多年都没回去了 但咱不能空手啊 这样 大姐夫 啊 你搭上这个 二迷你这干什么玩意 你太客气了 干啥 别撕吧 给孩子的 不行 你干 给大 给哎呀 都能喝 不是 哎呀 你干什么 大姐夫 我给你准备了点吃的 我用的 哦 还有你的主食 路上饿了 你去 你補了吃啊 大姐夫 哎 来 把这帽子给他 大姐夫 你可你早点回来啊 我们省不得你 哎 人家需要你 人家需要 大米啊 就是 你怎么才回来的 什么 你要是再回来晚一点 你就见不着我了 我就走了呀 你要干嘛呀 他们让我走回山洞 过分了你们 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 大姐 大姐你知道啥 赵刚子他遇到坎儿了 哎 大姐都没活儿了 大姐我都流泪了 哦 听说 听说 听他们下白话 你刚才不是说 让我给他们 重新立规矩吗 对 我就给他们 重新立这个规矩 上了点手段 妈呀 给他们上手段 上手段 把你上成这样了 大姐 上什么手段呢 我大姐我都哭了 别瞎说了 啥哭了 我切洋葱 我一切洋葱就流眼泪 对 大姐夫啊 你总是被别人着想 你就别不承认了 我们仨都听见了 剁个豆腐 当当当的 怎么剁豆腐 我跟你剁排骨呢 我剁豆腐 啊 让了半天 你没事儿啊 没事儿 啥事儿都没有 哎 赵刚子 没你这样的啊 干啥呢你啊 你让大家都给担心死了 就是 但是啊 就刚才你们这个表现 哎呀我的妈 就让我感到了 这个家的温暖 你还别说 一个人 不管在外边 饿点啥 家都是最温馨的港牌 嗯 对不对 我来啦 致敬二十年的感情 我也来了 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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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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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 米 米 缸 没有你这个米 我这个缸 也就只能拔个罐 没有你这个钢 我这个米只能烂在地里 我这个大钢 只能盛下你的一粒米 我这个大米 只能放在你的大钢里 二十年 含纸一挥尖 二十年 一点没变 你的容颜 二十年 一点没变 你的身材 大米 我仿佛看到了 二十年前的你 你今天晚上真好看 刚 你今天真帅 仿佛看到了 二十年前的你 米 二十年前的今天 我们两个人私定终身 今晚 我将让你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 记得了 二十年前的那一晚 夜黑风高 我孤身一人 来到了你的身旁 我骑着我的二八自行车到车站去接你 我飞身坐在了你的后座上 我在前面 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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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 自行车原地没有动 我说 钢子 不如我们俩换一换呀 我说 肿 于是我在前面 灯啊灯啊 灯啊灯 灯啊灯 我在后边 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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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搂 硬亮的搂啊 什么情况 车太爆了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不要管他 我们两个人 溜大溜大吧 你把我 带到了你的小木屋 你从你的身上 拿出了从家里边 偷出来的户口本 我拿着户口本 连带着我一百五十多斤 交给了你 可是你 傻傻地站在那里 一句话也不说 我被你的一百五十多斤 我已经砸懵了 我激动地拉住了你的手 我想激动地对你说 可是你什么都没有说 我又紧紧地抱住了你的胳膊 我激动地想对你说 你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于是我在你脸上 亲了一口 哇 哪儿啊 这个时候 你说了一句话 我送你回家呀 就是这句 就是这句 赵刚子 你说 当时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喜欢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 留在你的小木屋里 今天晚上 我将弥补你这遗憾 我懂你 我懂你 看 小木屋已经准备好了 你不送我回家啦 那时候我年轻青涩不好意思 那你现在怎么好意思呢 现在咱俩都熟透了 哼 行了 这酒算你的行吗 这好吗 说法 接酒 你早就应该这样 行了 大姐夫 干啥呀 大姐夫 万一爸要是问起来这瓶酒是谁拿回来的 你得说呀 你得说这酒是我拿回来的 大姐夫 到茶门我都是第二名啊 就是你别哭了行不行 我知道这是我的软肋 但是你不能咳着一个地儿反复的揉搓呀 行 算你的行不 好的好的 大姐夫 还有事呢 万一啊 即使我跟咱爸说这瓶酒是你拿回来的 你我就是客气客气啊 你千万别信 你也得跟爸说这酒是 是我拿回来的 你别忘了我在咱家里是个二啊 是吧 你别哭了行不行 我泪插的疼 行 都听你的 我回来了 爸回来了 你站住 你两手空空啥也没拿 你好意思走我前头吗 我不是 我来了爸爸 爸你回来了 哎呀你们都回来了啊 等着我拿酒去啊 不用拿 爸 我给你带来了 哈哈哈哈 哎呀 光凉酒 哎 这是我最爱喝的酒 光凉无酒 哎呀能消息的 哈哈 你在哪弄的 我在哪弄 我在哪弄的 大姐夫啊 你帮我补充一下 爸问了 那个爸 情况是这样的 中午啊 我朋友请我吃饭 你朋友请你吃饭 不是不是我朋友 我没有朋友 我很孤独 顺芬的朋友请他吃饭 拿了好多这个光凉酒 然后人家说顺芬啊 你带回一瓶给家里边人尝尝 对 顺芬一开始还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后来想起来您爱喝这个酒 啊 他就麻下脸上 不要脸了 他也得把这酒拿回来 顺芬你是不是不要脸 对 对 你说我多幸福 是吧 一个女婿啊 结果我带瓶酒 我有俩女婿啊 对啊 我 我没有朋友 我很孤独 但是我给您带来一句话 祝您下次体检的时候 更健康 谢谢 张哥 你这一句祝福 比送我一瓶酒 我还高兴啊 哈哈哈哈哈哈 早知道我说这句话呀我 哎 师傅 哎 今天我亲自下厨 想吃什么你说 啊对 我得点菜 嗯 对吧 我带酒了 哈哈哈哈 哎来一个趴海参 靠大虾 拔死地瓜就这仨 你爸我什么菜都会做啊 就这仨不会 就是我的救命 哎呦 赶快打吧 太好了 赶紧打 快打吧 行行 我说我跟人家又不认识 我可不能打这个电话 我怎么我还给你求人家办事呢 我没分而说 哎 哎 你打 是这个电话吗 对对对对 第一个就是 我刚给他打了 哎 好 哎 张总啊 你好 我是物业的赵刚的 你晚上有事没有啊 我想请您吃个饭哪 那太好了 那个我这菜都有 我就是缺一瓶红酒 哎 那个你等会儿啊 师傅 哎 你那不是有一瓶 那个国际大品牌的红酒吗 啊 啊 对 有一瓶 那那酒呢 拿出来啊 我送送人了 我送谁了呀 我都送给张总了嘛 哎呀张总啊 他说那瓶酒送给你了 对 啊 你要把它拿来啊 哎呀那太好了 太好了 好嘞好嘞 就等你这瓶红酒了啊 好嘞 倒定 哎呦我天 哎呦你 大姐夫 大姐夫 我发现你现在脑瓜点 上也不错了 啊 背后还有俩把 啥东西啊 真实 哈哈 大姐夫 我发现你现在 撒谎的水瓶上 进掌啊 尤其你撒谎 脸不红心不天 我关键还有人信呢 当然了 我跟你说 你们家前顺风说下话 一说 就让别人看出来 是为什么 我说别人看不出来 就是怎么呢 因为我是咱们家正义的代表 对 我是轻易不骗你 我一骗骗一骗 那你沾头子 哎呀 哎呀大姐夫这事啊 真得感谢你 哎呀你先别谢我 现在最重要的呀 就是得想一想 这个假酒拿来以后 怎么处理 对对对 还不能让张总感觉出来 对对对 首先啊 啊 咱首先得把这个酒 想办法换下来 对 是吧 如果真的换不下来 也不能让张总把这个假酒喝咯 绝不能让他喝 你张总那么大老板 万一喝出事来咋整 对对 那你说这瓶酒怎么办呢 哎大姐夫 啊 你不是再喝红酒吗 你什么意思啊 啊 你让我喝这假酒啊 不是大姐夫 按道理啊 这瓶假酒应该我喝 但是 二美六不是怀孕了吗 你总得让我跟孩子 见上一面吗 那我女儿也才挺碎呀 她也没成年呢 没事你把它交给我呀 我一定把妞妞培养得像我一样优秀 那我女儿就像马路 哎呀 行了大姐 真的不行的话 等张总来了 我就跟她喝 你再 你再再再 你喝什么你喝 要喝我们哥俩一块喝 完了 上下我是必须得喝 等会儿 喝之前 我给你大姐打个电话 你给他打啥电话 我先嘱咐一下呗 万一我出点啥事呢 我不能喝 好 好 化身材 好 了 roffen 敦